她在家乡澳洲的南部 现在呢也是在家乡游行训练 因此她的美沙舞虽然是双人搭档 但是合作练习的时间并不是太长 陈若霖和刘慧霞 好的 两个人非常一致 陈若霖的水滑稍微没有压住 开动了55.8 非常高的分数了 同步分也是有了十分 在比赛这么早的阶段 就有百分出现了 我们也是可以期待在这次的 专事表台上 各位选手会有非常优良的表现 这样子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 陈若霖和刘慧霞 是5.80分 领先第二名3.6 是排在第一位 加拿大选手排在第二 马来西亚选手排在第三 朝鲜选手排在第四 英国和其他的三队选手 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而把比较稳定的一组 四组和五组 也就是向前向内和反身 来选成自选动作来做 来看一下陈若霖和刘慧霞 他们的这一场反身跳水 也不错 陈若霖还是在这里的时候 角度越微差了一点点 这五组甲也已经完成了这次比赛 五组甲这次回到上海的家乡 除了比赛之外 还有一些赛场外的一些 类似公益的活动 比如说他会到 上海当地的一些 跳水的学校 去做一些小队员的指导 可能在技术上 不会给这些小朋友们 有多么大的方速 或者是帮他们实现分运 但是在心理上 或者精神上 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比 陈若霖也是在陈若霖 想在跳跳之后 也别起动作 这些动作做得完整的 太快了 应该再往上一点 更早一点 两轮动作之后 陈若霖是和刘慧霞 109.80天前的第一名 马来西亚军手 超过了加拿大队 来到了第二 第四位的是来自英国的队员 朝鲜选手第五 澳大利亚第六 一起和绿大分为了 去完地跟日本 2014年的博士年跳水世界 杯赛 也是非常的感谢 农山选和好 实力的大力支持 下面轮到陈若霖的流口下 他们的第三个动作 也是第一个自选 107B 向前翻成三周半 之前的两跳 都是稳居第一的位置 今天连续三个动作 陈若霖的入水 都说也不是太好 起跳没有问题 风筝的动作节奏也完全不够 就是在入水的水花处理上 稍微有一些瑕疵 今天出场的这二十次位选手 当中有四位 都是参加了两校的 就是拉克一二的两届 神肉林就是其中之一 其他的三个呢 有莫西哥的宝拉 和加拿大的进展队 在第三轮之后 陈若霖和陈若霖 仍然是还在第一位的 加拿大的两位选手 还在第二 英国第三 马来西亚第四 澳大利亚第五 国际六大 第八分别 来自墨西哥 韩国和日本 在大家都不失误的话 还是比较少见的 陈若霖和陈若霖 陈若霖和陈若霖 第四条向内翻腾三周半 这是陈若霖 中国跳水队呢 也是从九号 就来到上海 进行适应性的训练 看得出来 选手们的肤色 就还是有所变化 好的 非常的同步 群肉林入水的时候 略不够一点 有袍环冬天 也有第二 六十五 我喝了 二点 四十八点 十十五 四十五 辅助 四十六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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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一千 七十八点七 七十八点七 好 加拿大选手现在保持了第二的位置 马来西亚队员来到第三 澳大利亚第四 金国选手在这一条期间的大失误 降到了第五 国际哥队仍然保持第六 第七是日本队 他们也上升了一位 引发是朝鲜队 这样呢 现在马来西亚队跟加拿大队 就已经肯定能够保证一位奖牌的路障了 我们等待陈若林队 让陈若林队流慧霞的最后一跳 准备 走 好的 这样陈若林队流慧霞 在他们搭档之后 的所有世界大赛當中 继续捌卫了自己的荣誉 维持了不败今生 在入水的时候沉热铃 在这个角度稍微转过了一点点 雪花竹里面约微有一些些瑕疵 走分357.66 这样呢几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刚才那是在中国队出场之间排名前三位的决赵 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 女子双人是米炮牌的冠军 获得者是陈若琳和刘霍霞 她们的分数是357.66 获得银牌的是马来西亚选手 梁敏仪跟陈俊宏336.66分 获得同牌的是江南大选手 本费托跟费力翁 她们的得分是335.25 确实排名分数也是相当的接近啊 从第二到第五名的分数都是相当的接近 好各位观众 刚刚我们共同收看到的是第19届 国际永连跳水世界杯赛女子双人士比跳台的决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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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